剛才說container這個字,我覺得都很好 就好像藍原這首歌是用來contain著這三種不同的花 禁區回到壓首的三種花 container也是社會,contain著入面的人 contain著入面的人,人與人之間互相感染 那不是病毒的感染,而是情緒上,人生的經歷上的感染 那在這個container入面,人與人之間互相感染 這就是藍原這首歌,可以講一下那個poster 其實當你打開poster的時候,就說很漂亮,Jace很帥 但當你發現帥仔的背後,其實有6000字 這6000字就是一篇怪獸的文章,不如你講一下 這6000字暫時應該到這段影片出現,都應該只有一個平台可以看 就是要買這首實體複送的6000字的愛傳故事 這五首歌的詩詩詳聲應該是這樣去跟隨的 背後一個很確實的愛傳故事 代表男主角的深入情,由這個禁區欲望到安眠師的絕望 那這個男主角和女主角有什麼事情發生了?為何會這樣想? 在這個怪獸的6000字中,看完之後就在2隻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poster 你可以這一個嗎? 因為今次去做這一輯照片的時候 都會想起不同的主題 例如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Bounce Back 我自己就想有沒有一些 有很多不同的圖案的東西在後面 然後去到阿仇的時候 我就很容易地用了超現實的手法去處理 然後我去到這個時候 會不會又玩一下他東西呢 所以那時候一開始去講人性的時候 我是先想起Qubism 想起Qubism是怎樣的 不要緊 我想完他之後我就發覺 有一次不太對勞 這件事可不可以容忍一點呢 所以最後就去了Qubism 就去了解構主義 其實解構主義在講的是 將一件事怎樣去拆解 最簡單去理解的話 所以這次其實甚至連他的這件衣服 都是獨身訂做 其實你看到 有很多個不同的面向 而不同的面向 都看到不同的東西的這件衣服 也都呼應回整個碟就是 其實人性有很多個不同的面向 你用不同的設有點去切入的話 都會看到不同的東西 就像每一首歌都在切入不同的人性 就用了這個手法去呼應整個碟 那月亮呢 月亮呢 其實因為這首歌一開始講的時候 就是我門是人 我門是神藍染的那首歌裡面的歌詞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我就想 怎樣可以表達到這件事呢 都蠻複雜的 因為如果大家對於以前的油畫有看過 凡是一些 Holy那些人的 頭後面也有一個圓圈 有一個 Halo 也有耶穌 或者聖母瑪利亞 所以那時候就不如做個 Halo 給他 那時候就剛好 因為全部都跟花有關 那花的話呢 我就想起跟月亮有關 因為我們碟是五月出的 那五月呢 其實是花結月 就是一個專門開花的一個日子 所以用了這個概念 就放了月亮 在他後面做了一個 Halo 就把整件事處理好 沒錯 那大甲 大甲 大甲就是這樣 大甲這支碟就講完了 那就是做了一首歌 是安眠詩 安眠詩就是這五首歌裡面 唯一一首是 比較近期的 我自己寫的一首歌 近期是近期到是 2020年的4月 這支碟就是五月出 就是出碟前一個月 出碟前拍照的時候 都沒有安眠詩的一首歌 但是知道要寫這首歌 是跟入土為安有關的 是講死亡的 講絕望的 但是又不想很硬斑斑的 講死亡 真手殺掉你 即可這樣 那我就用了一個 安眠曲的概念 去吞你睡覺 去寫關於絕望的議題 大概安眠詩也是這樣 什麼都是這樣 很好聽 真的 收手都很害怕 對 我挺開心的 當我聽到安眠詩的時候 我之前也說 他有很多歌 都有很多不同特色 但安眠詩這首歌 就不是說 很有不同的風格 我又不是不喜歡頭四首 我說得這樣 我也喜歡 但是第五首 會多一個面向去看 更加呼應到整件事 我現在也很慶幸 寫了安眠詩這首歌 我覺得整個碟 這樣去回合 變整一點 忠於圓滿 和豐富 是的 包括我自己唱 曲式為 因為前面那些 都比較 如你所說 比較搞老一點 比較迂迴 曲折一點 這首歌就比較直接 曲折 曲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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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 算不算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對 希望大家都看完這段影片 如果是 沒聽過這些歌的朋友 看過這段影片 都希望他去支持一下 沒錯 買碟 或是打回來聽一下 謝謝